拿起木板把封口的柜台整个封起来 再用两根超长木条和一个个小木块牢牢固定 做好万全放台准备 这间位在花莲北冰公园 号称最美的海景咖啡厅 是迎封面的海景第一排 由于山途的台风逐渐靠近台湾 因此老板趁着风雨还没转强 赶紧来做放台措施 另外在花莲海洋公园 员工也赶紧将路源的杂门套上保护套 并且用绳索牢牢固定 悬挂式的招牌也都一一进行拆除 容易积水的地方也堆放沙包 桌椅也都集中摆放 镜头来到台东 这间位在台东的海景咖啡厅 30号下午 业者也提早打烊进行防台准备 用电钻将木板定在玻璃上 防止玻璃被风吹破 再把室外的大型雨伞一个个拆掉 就连户外的拍照鞦韆 也都拆掉通通纳进室内 担心会让店里东西受到损害 因此店家这次提早做好预防措施 另外在日本老街也受到台风影响 相当冷清 一个游客都没有 散途的台风逼近台湾 游客最爱的景点 也都只能先歇业 做好防台准备 三新闻中的报道